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美洲360 上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款传说已久的车型 Nissan Kicks 好像真的要来马来西亚了 其实在去年的一项活动上呢 我们跟这个 ETCM 的高层曾经聊过天 他向我们表示这个 Nissan Kicks 引进马来西亚的计划很可能会取消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点是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不太接受这个混合动力车型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 混合动力车型的价格比较贵 但是在农历新年的期间呢 原厂就公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是 Nissan Kicks 而且原厂也已经用明示的方式 表示这款车将引进马来西亚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厂改变这个主意呢? 我们猜测很有可能是原厂跟政府已经谈妥 他们获得了混合动力车款的税务减免 其实在不久之前呢 这个 Nissan 的纯电动车 Nissan Leaf 同样的也获得了政府的税务减免 价格比起之前下降了4万令吉 所以这一次这个 Nissan Kicks E-Power 获得税务减免的可能性其实也是很高的 Nissan Kicks E-Power 采用的是 具有1.2L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电动机组成的 增程式混合动力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29PS 峰值扭力320Nm 其实这一套动力配置呢 汽油机主要是为了充电 它把电力提供到这个电动机之后 电动机可以发挥出不错的马力及扭力表现 所以这款车加速其实蛮快的 而除此之外呢 它的油耗以及排放都非常的低 这一点我相信可以吸引不少人 如果配上一个不错的价格的话 这款车在本地应该会有不错的销售成绩 第二则新闻 万能神车 PRO DUO ARUS 将在今年迎来小改款车型 AS系统有望再一次升级 PRO DUO ARUS 这款车 我们都知道它是RUS 的兄弟车型 实际上这款车在印尼也好 在马来西亚也好 使用的人都非常的多 但是为什么 它除了可以充当7人座的车款之外 因为它采用了独特的车底架构设计 拥有一定的载重能力 所以不少做生意的朋友呢 都选择这款车来做生意 要载货也可以 要载人也可以 也因此这款车在乡间地区呢 能见度是非常的高的 而在之前PRO DUO 在一项活动上面 也有表示呢 今年他们将会推出三款新车 分别是一个大改款的车型 还有两个升级版的车型 至于这两个升级版的车型是什么呢 其中一款就是ARUS 的 实际上ARUS 是在2019年的年初登场 到现在其实也已经到了应该小改款的时候 至于小改款的细节 有哪些呢 我们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不过常规的升级应该是有的 例如说荧幕的尺寸可能变得更大 另外一点就是 它的ASA系统呢 也有可能获得进一步升级 目前ARUS 采用的是ASA 2.0系统 所以我们相信原厂可能会将它升级成3.0 也就是拥有更好的准确度 以及更好的刹车性能等等 不过在引擎的配置方面 它应该还是会沿用这个1.5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四速的自拍变速箱 毕竟它是一台后轮驱动的车款 所以采用CVT 并不是太限制 至于发布时间 我们相信应该会在2022年的下半年 如果你是打算买一台这个 可以工作用也可以载人的车子 那么ARUS 真的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第三次新闻 我相信很多大马的车迷应该会很开心 那就是中国最上销的SUV 哈佛的H6将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其实哈佛在之前与泰国市场 他们投资了非常多 包括收购了通用汽车的工厂 就是为了进军东南亚 而早前他们在泰国也发布了全新一代的H6 而且泰国市场的H6是采用1.5公升的 4缸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43PS 峰值扭力表现更是达到了530Nm 看起来很强对不对 而最近他们在一项活动上面表示 他们将会重启东南亚市场的新车计划 而H6也会引进我国市场 不过我们暂时不清楚H6在马来西亚市场 是以CBO的方式还是CKD的方式翻售 不过以Go Auto一直以来的做法 新车都是会CKD的 而且他们CKD之后的新车价格都非常有竞争力 就例如之前的H2 它的价格不到10万令吉 你就可以享有1.5公升还有6速自排的XUV 这个价格是不是很划算呢?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确定 Go Auto会引进什么版本的H6 不过相信呢 泰国市场已经有了PHEV 马来西亚市场应该也是采用这个配置 那么问题来的 如果采用这个配置的话 Go Auto会不会给予本地的消费者8年的电池保固呢? 因为混合动力车款电池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的详情我们就等待Go Auto的进一步公布吧 第四则新闻是一款本地新车 也就是UMW Toyota 公布了小改款的Camry 将在17号正式发布 其实这款车应该在去年就发布了 但是去年因为东南亚的疫情很严重 加上芯片短缺 所以这款车被迫延期到现在才发布 而最近UMW Toyota 也在他们的官方面子书上面 公布了这款车将在17号公布 这款车有什么新的更新呢? 其实进步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已经试驾了这款车了 如果你对小改款的Camry 有兴趣的话 那么记得留守17号晚上9点 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试驾感受 试驾的细节我们暂时还不能透露 尽情期待 最后的新闻是大马之光 也就是马来西亚有一家LED灯珠的制造商 成为了 BMW 的供应商 一直以来马来西亚的供应商都是供应国产车 或者是本地组装的汽车品牌零件比较多 但是位于马六甲的这一家LED灯珠制造商 他们就成为了 BMW 的供应商 不仅仅是供应马来西亚市场组装的 BMW 车款 就算国外组装的 BMW 车款都会采用他们的零件 而且这家公司专门提供 BMW X 系列 也就是 SUV 的头灯珠以及微灯珠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公司是全世界第四大的 LED 灯珠制造商 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少数可以打入一级供应链的汽车零件供应商 不过听说这家公司的股价最近也上涨了非常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哦 不过一切的后果我们不负责啦 为了维持竞争力呢这家公司也宣布 将在今年投资13亿令吉 开发以及建设新的生长线以及新的技术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除了 BMW 以外 其他的汽车制造商也会采用他的产品 大家看到本地有一家那么出色的公司 是不是也感到开心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美洲360 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记得17号有 Camry 的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